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正准备走的时候却被非洲摊主拦住了 本以为是钱给少了 但想不到的是摊主反而退还给他700兰特 算下来一只也就50元 这样的大虾几乎是白菜价 最让这位中国游客惊讶的是 这位非洲摊主并没有贪图便宜 而是实事求是的把钱退给他了 在非洲其实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 在当地人眼里海鲜并不是什么美味的食材 主要是因为非洲温度高 海鲜不易保存 而且他们不注重制作的过程 食用的时候味道非常新 吃起来很难吃 所以很多非洲人讨厌吃海鲜 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 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 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 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 欣赏最新奇创业生活 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